唐葫芦的由来 唐葫芦的由来跟南宋的宋光宗皇帝赵敦有关 少西年间,宋光宗最宠爱的皇贵妃生病了 他面黄肌瘦,不思饮食 御医用了许多贵重药品,皆不见什么效果 皇帝见爱妃日见憔悴,也整日愁眉不展 最后无奈只好张榜求医 一位江湖郎中接榜进宫,为皇贵妃枕外后说 只要用冰糖与红果煎熬,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 不出半月并准煎熬 开始大家还将信将疑,好在这种吃法还和贵妃口味 贵妃按此办法服后,果然如期并遇了 皇帝自然大喜,展开了愁眉 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 老百姓又把它串起来卖,就成了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又叫糖葫芦,在天津又称糖堆 在安徽凤阳叫做糖球 冰糖葫芦是中国传统小吃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